微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工具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发调试微信相关的信息 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这个下载的地址 在这里可以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系统的一个版本 我平时用的是MacOS可以下载这个Mac版本的开发者工具 另外微信还提供了Windows64版的开发者工具 还有Windows32V版的开发者工具 这些不同版本的开发者工具呢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下载完成以后我们再去安装一下 Mac版可以直接去把这个开发者工具呢放在应用这个目录的下面 然后再找到安装好的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打开它 再用微信去扫一下这个里面的二维码去登录一下 登录以后会提示我们要选择调试的类型 可以是本地的小程序项目 也可以是公众号的网易开发 这里我们选择本地小程序项目 去添加一个项目 在本地去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先要输入这个小程序的ID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小程序的首页 去查看一下小程序的这个详情页面 打开这个开发设置 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的ID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把这个小程序的ID呢粘贴过来 然后再给我们的项目去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您号Demo 然后选择一个项目在本地电脑上面的位置 在我的桌面上我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名字呢是您号微信 点下创建 再选择这个目录 然后点一下添加项目 如果你看到一些错误警告 可以刷新一下 Command R Windows上应该是Ctrl-R 左边这块呢是一个模拟器 你可以呢在这里面去预览这个小程序的效果 右边现在显示的是一个开发的调试工具 现在这个模拟器上面会提示一个授权 因为小程序要读取用户的微信相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允许 现在模拟器上面出现的就是一个 微信小程序的演示应用 这个开发者工具呢还带一个编辑器 可以去编辑程序里面的代码 打开这个编辑 左边的是一个竖性结构 会显示项目里面的文件还有目录 这个编辑器的样式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在菜单里面可以打开工具的设置 打开编辑器去修改一下字号 我想让这个代码的文字大一些 改成16 行距可以是6 然后保存一下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自己熟悉的编辑器去编辑小程序里面的代码 在迷零行的下面进入到项目所在的地方 我这里呢就是桌面上面的这个零号微信 进来以后我用的是iPhone编辑器 可以使用这个编辑器打开项目的目录 在编辑器的左边那个书型列表里面出现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开发着工具的模拟器里面看到的那个演示用的小程序的代码 我们在没有任何可以设计划辑器的 CHARGED